有着一双大脚受过西式教育能在钢琴上弹奏出美妙的乐曲 这样的女子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简直是凤毛麟角 这个传奇女性就是有着民国最牛岳母之称的倪贵珍 倪贵珍这江渝瑶人父亲是牧师母亲徐氏是名门之后 倪贵珍四岁读书席字接受了完整的中西式教育 不仅写的一首好字还擅长数学会讲英语喜爱弹钢琴 她个性独立敢作敢为大胆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 没有缠足人称倪大脚 倪贵珍十八岁的时候看上了一个留学归来的穷小子宋家树 他们结婚后生了三个女儿分别取名宋爱玲宋庆玲宋美玲 这三朵金花后来被人们称为宋氏三姐妹 倪贵珍的女婿更加厉害 其中两个都是纵横一个时代的领袖 另外一个则是民国的前代子 倪贵珍生了三个儿子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也都是当时的人杰 宋家一跃成为当时的四大家族之一 很多人说蒋介石和宋美玲是政治婚姻 虽然这种说法有待商榷 但是两个人的感情是非常的好 风雨相伴了四十八年 在蒋介石去世后 晚年的宋美玲是十分的凄惨 因为宋美玲身边并没有什么亲人 算是孤家寡人 当时只有孔家的几个后人在照顾宋美玲 他活到了一百零六岁 临终前含泪说了两个一言 第一他不愿与丈夫合葬 第二他也不葬入宋家墓园 宋家墓园中有他父母和姐姐的墓地 这毕竟是娘家 他不愿合葬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这不和丈夫合葬就让人想不通了 有人猜测他这是不愿回到过去了 他想拥有一片清静的乐土 让自己安息 当然也有人说 他是不想动用太多人力财力麻烦别人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这个女子虽然一生传奇 但是可能不是活得很开心 你俩飞了吗 这始终才能不 reinfor